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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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女孩子用车可能对外观对里边的内饰要求高 但是对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啊什么操控啊可能它不那么敏感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好开轻快省心维修备件便宜 我的推荐是本田的XRV和宾致啊 日系的小SUV特别适合女孩子开啊 希望回答能帮到你 老胡 我是四川广安的老婆想买一款三万左右的自动党练手车 油耗低 好保养 空间可以 请问有什么能推荐的吗 如果从你们大连那里提车方便吗 首先说呢三万左右买一个练手的车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容易解决 但是大连离成都啊好几千公里 我就不建议你到我们大连买了 因为我们的还有个栏目叫大飞逃车计啊 应该在成都有分支机构啊 回头可以跟我们小编联系 在成都啊成都是个很大的市场 能逃到这样的车 因为就算大连车便宜 差那几千块钱也会被运费吃掉 所以你在成都当地买吧 车型呢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什么呢 首先说呢 新手链车一定买常见的车啊 不能买太少见太冷门的车 自动党三万左右 我的推荐是你可以考虑什么呢 雪阔兰的新赛欧 丰田的微驰 现在的跃动啊 基本上10年左右的你就能买到 甚至雪阔兰新赛欧可能还能品 年限还能新一些啊 这几种车呢 市场保有量巨大 品质还是不错的 维修比较便宜啊 比较省心 希望回答能帮到你 好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呢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